大家好,歡迎回來樂世界 那今天這支影片的主軸 就簡略的說一下 就是針對 男人咖 精細咖,就是賺錢非常困難 這件事情 那你必須要改變你所謂的 用錢思維 你的所謂的 現金 的流向你才會 自己會 抓得到,然後你才有機會 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 走向所謂的 退休生活,然後比較不用擔憂 擔憂後面 那個 沒有工作之後 就會沒有收入的情形 發生 那影片的主軸就會放在這裡 那如果 有興趣的人就可以再往下聽 那沒有興趣的人也可以 就不要聽 想講這個重點不再說 我要想要講說 要投資什麼,其實我目前還不會投資 但是我覺得 那個腦袋思維要稍微的 就是轉換一下 我稍微就舉一下我的 例子好了 比方說 以前我們 從踏入收入到現在 可能一個月給 自己的 因為收入不高 然後我還有學貸的部分 那家裡 我還要一點給家裡生活費 那所以其實我會相對給自己的 那個所謂的 休閒的 痾 之間就會變得比較少 那可能最早一開始 只有1000塊 那休閒的資金還包含說 我可能要加油 那我可能要跟 同事或朋友出去吃飯 那我都用那1000塊去支付他 然後如果說 1000塊被打得快死的時候 我就開始拒絕別人 出去吃飯之類的 那你說1000塊怎麼可能 就是你可能會經常去拒絕別人 然後會變成拒絕我 然後後來 逐漸的就是薪水有往上增加的情況 我就開始堆疊可能2000 那因為最近這份工作 他是沒有辦法支付我 支出我午餐的部分 所以我就把 休閒的那個 金額給往上提升到3000 那這過程中就是剛好 因為這波疫情嘛 那就很少出去 所以這幾個月下來 可能每個月都多存1000多塊 那很不幸的是 我大概很努力存了4000多塊吧 然後 就突然又 我就上個禮拜就開始牙痛 然後還去檢查 發現說那個牙齒 其實我覺得牙齒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 牙筋刷 跟那個 這就是題外話 就是牙線跟牙筋刷要交叉使用 然後 你在每次吃完東西的時候 就要馬上去清潔 甚至說漱口 讓你的口腔保持乾淨的狀態之下 比較不會蛀牙 那其實蛀牙真的很麻煩 而且 令人很不舒服 就是 你可能稍微 如果已經 壞到神經的部分 就是蛀牙壞到神經部分 你可能會 喝個冷的 或 溫度偏低一點 或偏高一點 都會造成你非常不舒服 所以 這就是題外話 就是 你的牙齒保健還是很重要 那 回歸到 這個想要講 重點是在說 我就 存了4000多塊 那 突然牙痛 然後檢查出來說 要抽神經 就要做根管治療 那根管治療 就是 後面你就是知道說 如果 你想要保住這顆牙齒的話 因為牙齒它被抽掉神經之後 就好像是 你可以想像一個植物好了 那牠沒有根部之後 牠就漸漸沒辦法吸收營養 所以牠會慢慢的枯萎 老化 那牙齒也是一樣 牠失去神經之後 牠就沒有辦法傳遞一些養分 到那個牙齒身上 牠就會變成比較硬 比較脆 你可能因為 吃了某個比較硬的食物 然後跟牠想撞之後 一個脆的東西 如果想撞的時候 牠可能就會裂掉或破掉 那 嚴重的話 輕一點的話 你還可以把它補起來 如果嚴重的話 你可能就要 那顆牙齒就沒有救 就會整個要拔掉 你就那裡就少了個洞 你可能還要做個假牙 或者是說 你需要 做兩顆去陪那一顆 這樣會更划不來 其實我們的牙齒 最原來的東西是最好的 我們最好就是可以 長期的使用牠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那 其實 其實這個重點在說 不然又沒講到重點 那個重點在說 我存了那麼多 假設時間多塊好了 可是我突然就聽到 我需要做牙齒的情供之下 我就可能要 花更多錢在那個上面 就是我剛好存了幾個月 我省時間 又可能 我可能每天只要 中午 我如果省一點的話 我會去西門買個麵包 剛好在學校買它 有打折就22塊 那我如果每個月 因為我 我還有去 找那個信用卡 那玉山的部分 這部分 就 額外的 告訴大家 一些理財人的 一些小 小PayPal 就是說 你透過刷 你可以去申請 玉山的那個U-Bear卡 U-Bear卡裡面去綁它的那個 拍錢包 在你的手機上面 到時候 你拿條碼 給Seven 或者是 四道超商去刷的話 它有8%的回饋 這不是業配啊 我也沒辦法做業配 我現在 訂閱的時候還不夠 8%回饋 然後我就可以 憑藉著8%回饋 我 比方如果22塊 我可能每個月 月底 我還有一些回饋可以 扣 就我可以 再花 更少的錢 然後加上今天這樣 今天突然一個小心 就是我去買了兩個麵包 然後它突然又多送了一個 雖然說那個麵包是隔天就要過急 那我剛好就可以把 送的麵包今天吃 那我明天再去吃隔天麵包 那我又等於省了一餐的費用 那 其實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說 我們很努力的去賺錢 那你可能 生活上會遇到很多開銷 你有很多慾望 比方說我賺了一筆錢之後 我想要去買車子 我會有房貸 比方說我賺了更大一筆錢之後 我可能要想要去買個房子 我會有房貸 那我在追逐金錢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會產生更大的慾望 當然賺錢無非就是要花錢 但是我們為我們工作的目的是在於賺錢 但是我們卻沒辦法讓錢去替我們賺錢 其實這個道理就在剛才講的說一樣 就是說 人這兩隻腳 那錢四腳就是錢有四隻腳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錢跑得比人還要快 所以呢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現在大家講說 全世界大部分財富都 大部分財富都聚集在一趴的人身上 那一趴的人控制大部分的金錢 那所有人就會按照他的那個金錢法則去走 比方說像小時候我們就可能要 父母就告訴我們要努力的讀書啊 讀書啊 考個好成績啊 好成績就有好學校啊 那好學校之後就可以找份非常好的工作 非常好工作之後 你就會有一些工資很好 當然有很多科技新貴 或者是說比較好一點的那種幹部級 他可能每一年都有配五啊 配紅衣之類的 他可能薪水都會高上我們十幾倍 所以他們可能比較沒有這樣的煩惱 那會有這樣的煩惱 就是像我們這種 可能一個月只有三萬多塊不到四萬塊 那我們又想要存筆錢 然後去買個房子之類的 但是買了那個房子之後 我們要繳很多貸款 那就這樣終極一生 我可能繳完貸款我老了 那我可能也沒有多餘的收入剛好打拼 那我就逼得我必須要一定要繼續工作下去 直到我可能 其實現在人很可憐 就是他必須要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到可能70歲 或說明未來可能要到80歲不一定很難說 因為現在到65歲才能退休嘛 說明未來就70歲 因為其實人口老齡化的現象發生 可能少子化導致很多工作都會變成沒有人做 雖然說現在所謂的AI的發展 然後有一些自動化的產出 設備產出會導致人力的一些下降 但是很多東西還是需要透過人來去做管理 或者是做溝通也好 所以人的存在還是有那麼一點必要性的存在 那原則上是說 當我們那麼努力賺錢 但是我可能會因為一個不小心或什麼之類的 我必須要花很多錢來去填補 那這個問題再來說 重點問題再來說 我們沒有多餘的收入來源來去support我們其他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開銷部分 拿我的例子來講 我的所有的那個收入來源就是我的工資 那我的工資就是我每個月辛苦工作之後所換來的 那我就可能有一部分要切割去生活開銷 有一部分可能要拿去做學貸的償還 那有一部分要留下儲蓄 那儲蓄之後可能我還要需要 某一部分我想要出去玩出國的錢 我就要存一筆錢 所以很多錢就必須要被切割切割的很細 你才可以存到某一筆錢去做某一件事情 但是今天影片的重點在於說 我覺得說我們改變思維 就是說我那時候會覺得說 我只要吃省一點就好 然後我就可以多存一點錢 多存一塊錢就是你的錢 這是我父母給我的觀念 就是你存了 你只要能存下每一塊錢 那一塊錢才是你的 但是你要思考一個點是說 今天你每存的一塊錢裡面來說 銀行給你的利率假設一趴多好 但是你要思考的點是說 你存在銀行裡面的錢 再加上外面通貨膨脹 所造成的一些利率好 或者是說你去貸款的利率 現在隨便房貸就兩趴三趴在跑 所以很快就會把你的儲蓄的利息給吃光 反而其實所謂的買一間房子 它是一個負債 負債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雖然買了房子 但是我必須一直繳房貸 那我繳完房貸的那個期限 我其實也要 也老了 然後我也沒有多餘的錢 我必須要去工作 我才能維持我肯定的收入 來去平衡我的開銷 那你要思考的是說 我們不見得以後會有你的兒子 或者你的孩子會對你很好 想要養你之類的 你必須要做好 現在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叫做 養兒防老的概念 它其實已經 我想大部分都知道 現在養兒不見得能防老 要靠自己 真的要靠自己 不管怎麼樣就要靠自己 靠自己不要實在 靠別人都沒有用 那所以說 就是說 把思維改變之後 就是說 我們要思考的是不是 我要如何的存錢 然後把錢留住 但存錢還是很重要 你必須要存一筆錢 去夠你生活一輩子 突然 不是一輩子 就是生活一陣子 那那一陣子 是你可能突然有意外的時候 沒辦法持續收入的時候 他必須support你 可能六個月 一年或一年半之間不等 那你存下那筆錢之後 剩下多餘的錢 再去做所謂的那個投資部分 不管說 你去投資股票也好 投資 不動產也好 他只要是可以讓你有正向收入的時候 那你就是賺錢 那只要他的利息高於所謂銀行的部分 比方說多一趴 你的投資來講 我們報酬率不要太高 我覺得說你可能 我們還沒去研究 那我意思是說 假設你的投資報酬率高於銀行給你的利息的時候 那他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正向循環 或者是說 假設我今天去買一棟房子好了 我沒有要住 但是我去租給別人 那假設我一個月的那個 貸款好了 本金加上利息是 五萬塊好了 假設五萬塊 那我今天租給 我那棟房子可以租給十個人 那一個人可以付我兩萬塊的新的那個 不要 假設一萬五好了 總共十五萬 那我前面是說 貸款五萬有還是十 五萬好了 那我就會有正向說 我意思是說 只要是說 我們去貸款要還給銀行的錢 低於你可以 就是給房客的錢 那你就是有正向收入 那那些東西就是你固定的 應該就稱之為被動收入 那那些被動收入 它就可以讓你 之後慢慢的累積 其實銀行的利息 只要你還得越久 它就會慢慢降低嘛 那就表示說 你的正向流入會越來越多 那就是表示說 之後你的收入會越來越多 然後你再拿多餘的收入去買 其他的投資 然後我覺得說 對我來講 我會比較偏向你比較穩定 你不要風險太高的一些投資 那你可以做 比方說可能做個五項或十項投資 那裡面其中裡面 因為風險越高 其實利於投資報酬一定會越高 但是風險越高的情況之下 你有可能損失也會越多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投資 比方說你一開始先投資小的 那你有多餘的資金之後 你再去投資別的 那把投資的那個項目給分散之後 假設我們想要投資的項目 假設有十項 那可能裡面有四項它是賺錢的 然後兩項是賠錢的 那剩下的四項 它可能是剛好打拼的 那我們其實從 雖然說有兩項是 但是投資一定會有賺有賠 這是一個廣告的名詞 那我們去投資的情況之下 賠了它就會成為我們一些 所謂的經驗法則跟養分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去累積那些經驗法則 來去針對你下一次投資 來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回應跟 feedback 然後讓你可以在下一次投資的時候 可以提高一些投資的報酬率 然後讓你不要賠那麼多 所以有時候 投資不可能一定賺錢 如果一定賺錢的話 我也不會告訴你 說不好天天 我自己去賺就好 我幹嘛告訴你 所以還有就是記住一點就是說 沒有所謂的穩賺或什麼之類的 或別人告訴你 我跟你說有個門路什麼之類 我覺得這個都不要相信 因為除非你跟他很熟 可是你跟他很熟 你要思考點是說 我能投資 但是我投資的錢 必須是我可以損失的那一部分 就是說那筆錢我損失了 也不會影響到我正常生活的情況之下 我去做那一筆的投資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的 比方說我假設好 我月入十萬好了 我可以忍受我一個月損失兩萬塊的那個收入好了 那我拿那兩萬塊可能去 去做股票投資 或者做什麼不管 那 它是在你可以容許的範圍之內 然後你去進行投資 當然 這就是牽扯到說你到底有多少的那個收入 我覺得說你還是必須要有個概念就是說 你努力賺錢工作賺錢的情況之下 那就是你唯一唯一唯一很重要 講一次唯一的收入來源 但是你要思考一個點 那間公司不見得能長期的為你付出 或什麼之類的 當有一天像這次的疫情好了 它不小心倒或什麼之類 你沒有收入來源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辦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不要想一點所謂的退路 那當你有被動收入的時候 它就會去support你 所以 真正的你的資產來說 它是可以幫你帶入一點 幫你賺錢 那你去回頭去想 如果你的所謂的 你的資產或是你的資源或資金好 它沒辦法幫你賺錢 而是一直在吃你的錢的時候 那它就沒辦法稱為是你的資產 因為它不會幫你帶有所謂的正向收入的部分 那你需要的是一個正向收入 多餘的正向收入 在你工作之外 它可以幫你賺錢 它是 其實有錢人就是他有點睡覺 他只要賺錢 比方說好 我 我們 我們去開了 像所謂現在娃娃店好 那我 我的成本就只有我放 放娃娃機的 台錢 然後我放娃娃裡面的娃娃的錢 那再加上可能 我不知道要不要電費之類的 那它就是你的成本 但是它放在那裡 它可以 有很多人去假 那就是 我在睡覺的同時 它同時在 10塊 10塊一直進去 那我就可以一直的賺一點錢 它就是在你工作之餘 連睡覺你的呼吸 它都會賺錢 那你如果能做到這一點 當然娃娃機這個市場 我覺得已經飽和了 那適不適合進去 我覺得看個人 那你如何去經營這一塊 包含說你可能 用比較特別的玩法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吸引別人去玩 讓你可以持續的盈利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件好事 那重點再說 你的思維要不同 就是說 工作只是你唯一的收入說 你必須要思考多餘的收入 我沒有叫你一定要做什麼直銷之類的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做 不是很喜歡直銷這個 這個東西 但是就是說 假設今天 但是直銷它不是你 你睡覺的話要賺錢 那個都騙了我覺得 那它只是你在一直拉下限 然後去用下限去幫你賺錢 但 會有那麼多下限嗎 現在 如果提早進入的人 可能有很多下限 它就可以很容易賺錢 那比較晚進入的人根本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看看就好了 還是要回歸到一個比較正常思考點 就是說 我如何去透過其他的方式賺錢 不要說股票 或者是說基金 或者政府債券 或者是說 一些 動產 之類的 這幾塊你覺得可以去投資 或者說 你無法遇到說黃金會長那麼高 你也可以說提早 就是 可能看黃金的電影或高點 那就是買賣的問題 那就是差 賺那個價差的問題 那其實很多是很多東西就是 你必須開始去接觸之後了解 然後你才會去思考說 我的錢應該要怎麼去運用 當你的錢只有 我再講一次 當你的錢只有 你的工資 是你唯一的收入的時候 它 沒辦法 幫你一輩子 你要思考一點 現在政府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不管是誰都一樣 現在改成這樣子 你也不要仰仗說 你之後 退休之後 勞保會給你一筆很大的錢 那都是 現在目前都是看到吃不到了 等到你退休之後 說不定又越來越少 以前可能退休額一兩百萬 現在退休每個月 你如果 保費沒有到四萬的話 你一個月不到兩萬 不到兩萬你要怎麼活 我不懂 所以不要去靠政府 養外政府或養外其他人 給你那些錢 然後讓你可以養老 你應該思考點是說 我如何去 有一筆 所謂的資金或資源 那個 那個東西 我們稱之為 它是賺錢的工具 好 那那個工具 它可以幫你 在你沒有工作的時候 它還是會有固定的收入進來 不管說 工具拆成十個 然後每個兩千好 十個也是兩萬嘛 那 當工具越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收入 那那筆收入就可以 可以support你 未來的生活 那不管 未來是不是什麼 所謂的通貨本帳 其實投資就是 我覺得投資 是要長期去經營跟累積 那你也可以 累積很多的你的經驗 跟有機會去建立一些人脈 然後去看看一些別人 怎麼樣去做投資 然後去互相學習 去了解 然後達到一個所謂的 知識交流或分享 那原則上 我還是回到最初那個點來講 我目前還是沒辦法跟你說 怎樣投資是最好 那我就會說這個點 我會慢慢去切入去思考 那想要說的就是說 我們 當我們努力工作的時候 我們只有唯一的收入是工資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你的工資 你還必須要切一部分去生活費 一部分去還債 一部分去幹嘛 其實所剩就無幾 那你能存又是什麼 當你存的時候 現在還有有些國家的存 你如果拿去存的話 還是付利率 你還要倒貼錢給那個銀行 雖然說台灣很好 現在是正利率 可是一%的錢其實不多 有時候 你看那個 六個月才幾百塊 因為我們收入很低 所以那個利息就很低 很少才一百多塊 兩百多塊 就很少 就多也多不了多少 你應該思考的點是說 我應該如何去 透過錢去賺更多錢 那用錢滾錢的方式當然是最好的 那用錢滾錢的方式一定會有風險 風險是你必須透過經驗法則去學習 然後再去避險 而不是說我一直怕一直怕 然後什麼都不做 我只是努力的存錢 當你一直存錢的過程中 其實 通貨膨脹真的會吃掉你的那些利息去 所以說 存錢是從一筆錢購入 在一陣子之內 半年之 半年之一年或一年半之間 你不會有生活上的壓力跟負擔 你可以在 找之後 恢復正常工作的方式下 再獲得你的那個收入來源 那這樣是最好的 那你就必須要思考的是說 我如何可以 不要去思考說我要努力存錢 或者是我負擔不起 或什麼之類的 我買不起這東西 你應該思考說我要該如何做 才可以賺更多錢 那如何做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當你開始思考如何做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思維模式跟做法 當你開始做的時候 你就會從中間獲得一些經驗跟法則 那不管這經驗法則是失敗或者成功的 那很多市面上有很多書 你可以去參考 那你可以去看一些公司的財報 或者是一些平衡率表或資產的部分 來去評估說 你是不是要去買那間公司的股票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想要走穩一點 你可以投資所謂公股的部分 它就是比較長期性的投資 那你去賺它的鼓勵的部分 然後不要失望它可以突然間飆很高之類的 那以上是我對於目前看到的一些看法 跟生活上的一些經歷 就是說我努力存錢存了一陣子 我可能會因為一個小事情 我必須要我可能光一個雅頭腿 你知道市面上可能去外面牙醫的部分 牙套可能要破壞 我省吃鹼用的那一筆錢四千多塊 我可能我還不夠去買那一半的牙套的錢 這樣不是一個很辛酸的事情 我想我覺得這樣是很辛酸的事情 那我覺得是說 當然我有這樣的感受的時候 然後我又去稍微看了一些書籍 當然那本書就是 就是富爸爸跟窮爸爸系列的那些一些書籍 那它裡面很多觀念跟概念我覺得都不錯 但很多東西是 我不知道講太多會不會 可能會侵犯它的那個著作權的部分 所以很多東西是沒辦法去講得太明白 那想要講的是就是說改變你的思維 思維改變之後你的行為模式就會改變 那你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過去的一些習性也好 或者是狀態也好也會有所改變 那希望這則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就是在金錢部分 當你的唯一收入是工資的時候 你應該思考就是說 我應該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什麼投資之類的 來增加自己的所謂的被動收入 然後來創造一些自己多餘的財富 然後避免一些意外的風險 意外的事情發生之後 我有多餘的金錢可以support掉我的那些 多餘的開銷之類的 那以上這則影片就分享給大家 到這裡結束 謝謝你 掰掰